我參與了國小的小市長選舉 我參與在其中 所以我們現在今天 因為我們在立法的 我們在宋城的過程中間出了一點狀況 就像剛剛我同學說到 公民課程我們都有學到程序 程序是該怎麼走 所以我們今天站出來是 我們是法治的國家 所以我們要維護我們 憲法所給我們的權利 我們如何去讓我們的 我們如何讓我們的憲法 可以繼續保障我們 就是我們今天要站出來 如果我們今天這一次黑箱作業過了 那以後會不會有下一次 那這個情況到什麼時候才會結束 我們的民主還會存在嗎 這就是我想表的 因為我們只是高中生 我們沒辦法做什麼 而且這件事也確實 或是知道高中生也在關注這件事情 不只是大學生 我們愛台灣 所以我們站出來說 希望更多高中生可以加入 請問這邊有高中生的嗎 謝謝高中生一起來參與 我們高中生也要一起為台灣奮鬥 謝謝